Hello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追杀胖老爹这部电影 圣诞佳节将近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尤其是孩子们 更是满心期待着 圣诞老人会送给他们什么礼物呢 不过圣诞老人 男主角的心情就没这么好了 他和妻子女主角 在座片院的雪山小镇 经营着圣诞礼物工厂赚钱过活 他们跟主角国政府有签约 政府会依照他们送出的礼物多寡 给他们相对应的补贴费用 但近年来 坏孩子变得越来越多 导致送出去的礼物变少了 收入也因此下降 让他快要无法负担 工厂花费和给小精灵的费用了 知道这事的主角国政府就提议 希望男主角和军队合作 帮忙制造武器 就让政府就会付给他很多钱 财务危机就解决啦 只是制造危险的武器 有为圣诞老人的美学嘛 他应该是要做玩具 让小孩开心才对啊 怎么能做这种危险的东西咧 这事情就让他又犹豫又烦恼 完全开心不起来 那边有个叫小狗屎的富二代 个性嚣张跋扈 眼里容不下任何不顺他心意的东西 像这天 学校举办的科学展览 他的作品竟然输给另一个女同学 这就让他超级生气气 这个科学展览 他连赢四次了耶 应该要赢第五次啊 怎么会输啊 愤怒不已的他 就位造奶奶的签名支票 雇用了一名杀手 小明 把女同学绑架过来 对他这个那个 嘿嘿嘿嘿 哦没有啦 他是威胁女同学说 你最好要去跟学校的评审剪 你的作品作弊 让他们盼你司格 把我的第一名还来 否则我就把你的头发剪光 下的女同学连连说好 马上就照他说的做 因此没多久后 学校就真的把第一名改给了小狗屎 让他高兴得不得了 很快的 时间来到圣诞节 男主角就架着雪橇飞到天上去 从你家烟囱非法闯入 将礼物送给孩子们 等到都搞定后 天也亮了 他便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 回到家里倒头就睡 同时 起床的小狗屎 看见圣诞树下 多了一份圣诞老人的礼物 当然是开心得不得了 马上就把礼物拆开来看 可是当他看见内容物时 就气到五官变形 心通到像踩到乐高一样 因为圣诞老人给他的 竟然是一块煤炭啊 差的咧 只有坏小孩才会拿到煤炭啊 他这么乖的好小孩 怎么会拿到这种东西 气到快中风的小狗屎 就打电话给小明 花大钱 要他去杀了圣诞老人 小明一听 乐得马上答应 因为他也非常憎恨圣诞老人 巴不得杀掉对方 原因的话 是小时候他被父母虐待 写了很多信 拜托圣诞老人帮忙 却完全没有回应 让他对圣诞老人恨之入骨 让他成为杀手后 他就不断寻找 圣诞老人的踪迹要报仇 既然现在有人要出钱 何乐不为 而男主角这边 思来想去后 为了工厂和小精灵 为了能继续这份伟大的事业 他只好接受政府的提案 让小精灵们 开始制造军方要的武器晶片 军方则为了避免情报外泄 就将军队部署在整座工厂附近 保护工厂的安全 接着 小明为了找到圣诞老人的下落 就到处寻找相关线索 也发现只要查明那些 孩子们寄给圣诞老人的信都去哪了 就能找到他在哪 于是小明卫装成邮差 混进邮政局里 用小枪枪威胁主管 快点说出信都去哪了 否则就打爆他的小GG 不想死的主管 就给小明一个信箱地址 他也只知道这个而已 那有了方位的小明 就一路开车刷到雪山小镇 并前往邮局里 假装成是圣诞老人的朋友 想从员工口中 套出圣诞老人到底是谁 他也顺利得知 圣诞老人每隔几天 就会开台红色车子 来邮局拿东西 因此他开车躲到邮局对面 像猎人埋伏猎物一样 静静等待男主角出现 打算从远方暗杀他 几天后 他终于等到男主角了 可准备要开枪聚集师 却刚好有台大车经过 挡住他的视线 害他错失两击 他只好开车跟踪男主角 一路来到工厂外围 为了避免被发现 他就下车改用步行 在小山丘上不停往前追 也顺利发现工厂 和一堆驻守在此的军人 不过军人再多 也无法阻止他内心那股愤怒 所以他立刻潜入工厂 一边蹦蹦解决士兵 一边寻找那该死的圣诞老人 诶诶 都知道目标在哪了 暗杀不是更实际吗 为什么要搞这么麻烦咧 诶 算了 总之士兵被虐杀史 注意到状况不对的小精灵们 就启动了警报器 也通知圣诞老人赶紧来帮忙 所以在士兵死光光后 圣诞老人终于跳出来 对着小明大喊 住手 有本事冲着我来 小明见状 当然是开心得不得了 妈的 找的就是你这个胖老爹啦 他也气得当半男主角 为什么他小时候被虐待 都不帮他咧 男主角子露出悲伤神情说 他的能力有限 有很多事情 不是他能解决的 但小明才不管这么多咧 是以至此 他就是要圣诞老人死啦 于是双方就进行了一段 激烈的对决 呵呵哈哈 碰碰怕怕 然后男主角就用 加酒圣诞木柴 一棒打晕小明 再用圣诞情报 加一套圣诞老人拳 哦都彻底干掉小明 哼 想杀他没这么容易啦 接着 男主角就用 他的圣诞老人超能力 认识地球上所有人 找到了满胸杀他的犯人 小狗屎 并告诉他 小狗屎啊 我就是圣诞老人 你的杀手已经死了 从现在起 我会好好盯着你 要是再有下次 你就不会只收到煤炭了 还有如果让我知道 你周围的人 像女同学 因为你而受伤的话 我也会回来 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痛 这些话 就把小狗屎 吓到差点尿出来 除了连连点头 啥都做不到 最后 男女主角就和小精灵们 一起重建 被小明破坏的工厂 为下个圣诞节努力 电影就演完咯 那圣诞节的你 也跟阿肥一样 没收过礼物吗 可怜呐 所以为了你各位 只要对影片按赞 留言分享 阿肥就抽五位 歌颂一张电影票哦 让你体验一下 Shotie的感觉 看完后我就在想 圣诞老人您好 我是乖小孩 每天都会扶老奶奶过马路 拜托给我钱 和一个女朋友吧